我们常说,摆病从腿痒,却往往忽视手的作用,其实只要方法对,很多病也可以从手上治。 中医专家沈少公今天就给我们推荐了手上一个,专治各种不通,的学位。 内观学,沈少公国家级明老中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四十余年来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从事医疗、科研、教学及管理工作, 曾任急诊科主任、基础研究所副所长等职,每天按按内观学,血管通畅心情好。 据沈少公教授描述,记得有一回,有位朋友带着他的女儿来访, 小姑娘自己描述说,最近一年多总是觉得心胸不疼痛,月经来得不通畅, 全身还感觉不舒服,去医院也没有查出病症。 询问后,才知她一年来因各种原因心情不顺,总之一直, 想不通,想不通在中医上讲属于气情里的忧思,忧思则气节, 你长时间忧思,气就会聚结,气聚结之后就会组织血脉,心脉被组织就会心痛, 包公血脉被组织,月经就不畅,全身血脉经络轻度组织则会全身不适, 由于中医的气势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西医也检查不出任何病因, 沈教授给她推荐了,专制各种不通的小方法, 按揉内观学,没想到小姑娘半年后身体就好了,心情也愉快了, 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其实寓意深远,通常人内观学处的两根基建是放松并分开排列的。 而经常想不通的人往往是警聚在一起的,内观学是心包经的学位, 心本来应该开心,但你经常想不通心就,内观,了, 因此坚持暗柔这个学位,如果哪天发现这两根基建慢慢在分开, 那你的,想不通就快要治好了,按摩方法,取学时可以将右手三个手指头并拉, 无名指放在左手腕横纹上,右手食指和左手手腕交叉的中间点就是内观学, 用左手的拇指间按压右胳膊的内观学,按捏五至十分钟,每日二至三次, 再用同样的方法右手按压左侧的学位。 除此之外,沈教授还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手上的特效学位, 记得收藏学习,捏捏手指,预防七大疾病。 1. 缓解高血压 按捏左手无名指第三个指节,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高血压, 有效缓解血管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 一般高血压患者感觉头晕,可能是其血压有升高, 此时按压左手无名指第三个指节可以缓解头晕现象。 如果头晕比较严重,还可以按一按手心部位, 掌心对应着心脏,可以缓解心脏的压力。 2. 预防糖尿病 按捏左手大拇指第二个关节,可以刺激身体, 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消化、糖类,降低糖尿病的发病率。 当然,控制体重及日常饮食的控制更有必要。 3. 预防眼疾 捏一捏双手小指根部外侧,可以有效预防眼部疾病。 小指外侧的根部有一个治疗眼睛衰老的穴位, 疾老眼点。 老少皆宜,老年人按此学可缓解眼花现象。 年轻人按捏此学可舒缓眼部疲劳。 少年儿童按摩此学可有效预防近视。 日常保健眼部健康,都少不了老眼点穴。 4. 预防肾虚 按压左手小指第三个关节内侧部位,可以有效预防肾虚。 小指上的穴位众多,经常按压此处可以起到补肾痒痒的作用, 对肾脏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5. 预防乳房肿块,经常按摩右手拇指的第二个关节处, 可以预防乳房肿块,经常按压右手拇指根部, 可以有效预防乳房部位的相关疾病, 让女性更健康、更有魅力。 6. 预防肢气管炎, 无明指的第三个指节对应着身体的气管部位, 经常按捏可以有效预防肢气管疾病。 保护肢气管以及肺部的健康。 7. 缓解失眠症状, 捏食指根部外侧部位可以有效缓解失眠症状, 经常按压可以有效缓解大脑疲劳。 刺激其能够正常, 分泌出睡眠激素。 没想到小小的手竟然这么强大。 为了健康, 赶紧按摩按摩手吧。 转告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练习吧。 每天, 搓, 这个部位能长寿, 78岁老中医自创的保健动作。 很多人在洗澡时, 通常只洗头, 背, 四肢等常见部位。 其实, 你身上自带一些特殊部位, 越常搓洗身体越健康。 老中医, 搓, 出来的长寿经, 一个保健动作, 用手掌搓脚心。 脚心有一个学位叫, 永泉学。 徐老说, 不要小看一处永泉学, 它可疏通十二经络, 永泉学位置, 足前部凹陷处。 第二, 三指指凤纹头端, 与足根连线的三分之一处, 人体在脚心上反射区较多, 经常搓脚心, 能起到补脑抑肾, 抑制安神, 活血通落的疗效, 还可以防治健忘, 失眠, 消化不良, 食欲减退, 负胀, 便秘核心, 肝, 胆等脏气病症, 搓脚有肝搓和失搓两种, 方法是左手握住左脚背前部, 用右手沿脚心上下搓一百次, 以使脚心发热, 换用左手搓右脚脚心, 搓的力度以自己舒适为宜, 失搓时把脚放在温水盆中, 泡制脚发红, 再按肝搓的方法搓, 糖尿病患者要谨慎搓脚, 最该搓洗的五个宝剑, 金窝窝, 除了搓洗脚心, 人体还有五个宝剑, 金窝窝, 分别是夜窝, 祸窝, 肚脐, 肘窝和腰眼, 1. 夜窝 夜窝处的顶点上有个穴位叫极全穴, 经常按摩可以宽胸凝神, 调和气血, 从现代医学上讲, 夜窝处的淋巴组织非常丰富, 经常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提高免疫力, 双臂交叉于胸前, 双手按对侧夜窝, 用手指湿度的按摩捏拿, 每次按捏约三分钟, 左手上举, 用右手手掌拍打左页下, 再上举右手, 用左手手掌拍打右页下, 每次拍打三十至五十次, 反复操作五遍, 2. 火窝 火窝是吸后驱的菱形凹槽, 里面的血管和神经非常丰富, 经常拍打有行气活血, 缓解静攣的功效, 或窝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叫尾中穴, 经常按摩, 对常见的坐骨神经痛, 小腿疲劳, 脖子酸痛, 臀部疼痛等疼痛性疾病 都有治疗作用, 取座位或俯卧位, 自己或请家人用两手虚掌着力, 连续拍打两侧或窝, 3. 肚脐 肚脐是人体中唯一可以用手触摸, 用眼睛可以看到的穴位, 名为神雀, 经常拍打肚脐可起到安神宁心, 疏干力胆, 调和气血, 通力三胶的作用, 取座位或仰卧位, 用左右手虚掌着力, 以前臂发力, 连续不断地轻微拍打肚脐一百次, 或用热肤, 暗揉等方法刺激肚脐也可, 4. 肘窝 肘窝是肘关节前方的一个三角形的凹陷, 它是经络非常密集的地方, 经常暗揉可起到形气活血, 散于驱毒的作用, 取座位或仰卧位, 一侧上肢伸直, 肘窝向上, 用另外一只手虚掌着力, 两侧交替拍打个一百次, 如果是家人帮助拍打, 可两侧同时进行, 5. 腰眼 腰眼是人体腰底部的一个凹陷, 腰底部承受着整个上身的重量, 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容易会因腰底部的劳损, 而出现腰疼等症状, 常按摩腰底窝, 有疏松筋骨, 消除疲劳的效果, 座位上身略潜伏, 用左右手虚掌着力, 连续拍打腰底部5至10次, 患有严重心血管疾病 或骨质疏松的老人, 不建议使用拍打法, 中老年想要养生, 该如何饮食, 最全饮食清单都在这, 照着吃或能长寿, 无论是儿童, 青年人还是冒蝶老人, 都要遵循饮食平衡的原则, 不过, 处于不同的年龄段, 饮食方面要有侧重点, 每十年稍微调整饮食, 这样有助于机体健康, 又能预防多种疾病, 不同年龄段的人该如何饮食, 一、二十岁, 二十岁, 全身机能达到顶峰, 新陈代谢速度快, 活动量较大, 因此应着重补充蛋白质和钙, 前者能维持肌肉含量, 可以从奶类, 鱼肉和瘦肉, 豆类和坚果中获取, 后者能强壮骨骼, 增加骨量峰值, 可以从牛奶, 绿叶蔬菜和海鲜中获取, 除了补充蛋白质和钙外, 还要提供足够的铁, 尤其是女性, 从动物血液, 动物内脏中获取血红素铁, 二、三十岁, 从三十岁时开始进入衰老, 调整饮食能减慢衰老速度, 维持年轻态, 每天应吃五百克蔬菜, 深色蔬菜应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比如小油菜, 白菜或菠菜, 紫甘蓝和西红柿, 以及胡萝卜等, 除了含多种维生素外, 也能为身体提供抗氧化剂, 防止受到自由基损伤, 推迟衰老, 处于怀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 一星期吃二至三次深海鱼, 其中含不饱和脂肪酸, 异于胎宝宝大脑发育, 三、四十岁, 四十岁后承受的压力大, 再加上饮食不合理, 缺乏运动等可增加患慢性病几率, 此阶段应适当吃发酵类的食物, 比如豆豉和酸奶等, 其中含益生菌能保护肠道健康, 维持免疫系统, 适当吃韭菜, 大蒜和洋葱等, 其中含益生源, 增加全穀物摄入比例, 比如玉米, 荞麦和燕麦, 以及糙米等, 除了含膳食纤维外, 也能为身体提供矿物质, 以及B族维生素, 能延长饱腹感, 降低患多种慢性病几率, 尤其是二型糖尿病, 肥胖, 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等。 四、五十岁, 五十岁的女性正处于更年期, 由于雌激素不足, 患骨质疏松, 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 此阶段应提供足够的维生素D和钙, 优质蛋白质等, 适当吃豆制品, 比如豆干, 豆浆以及豆腐等, 其中含多种活性物质和植物蛋白等, 帮助改善肠胃功能, 推迟衰老。 另外, 大豆中也含有植物雌性激素, 能帮助调节雌激素平衡。 五、六十岁, 六十岁后身体衰老速度加快, 各种身体状况逐渐凸显, 比如记忆力减退和便秘等, 此阶段应适当地吃含膳食纤维的五谷杂粮和蔬菜水果, 促进肠道蠕动, 利于排便多吃浆果, 比如草莓和蓝莓等, 其中含生物类黄铜, 具有抗氧化能力。 六、七十岁后, 七十岁后每一个器官功能衰退, 对营养的需求量增多, 亦出现营养不良, 此阶段应采取少吃多餐原则, 每一种营养都不能缺乏, 食物制作得细软一点, 比如蔬果蒸着吃或榨成汁, 五谷杂粮放在高压锅中煮,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饮食有重点, 但一定要建立在均衡的基础上, 食物口味不能太重, 少放食盐。 食用油和糖等, 巧妙使用天然的调味料, 比如葱、姜和柠檬汁等, 这样能刺激味觉, 又能让食物更加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